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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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双眼皮的手术室就是白天的教室 床下的垃圾桶带血的纱布散发着腥臭 两位石操老师 口罩只遮住了口唇 手上还戴着戒指和手表 也是做双眼皮的模特 是一个学员带来的朋友 同时在另一个教室里 双眼皮课程的学员们正带着自己在市场上买来的鸡腿练琴缝合 人眼的组织肌肉结构的复杂程度远超过鸡腿 这样的培训让人抵笑皆非 过程实则触目惊心 太可怕了 这样的培训过程如此而弃 小编还听说该机构的老师帮别人做眼睛直接把眼球戳瞎了 老师称 只要没有什么大问题 足够用钱解决的就不是问题 要是出示了最多好路 200一支的甲波尿酸 注射之后卖3万 就连这种最基本的商业诚信都没有 试问谁会愿意给这种无良企业去操刀自己的脸 借你WIFI环境下观看 其实很多整容失败的受害者 都是通过微信熟人介绍 打着正规培训的非法培训班 无论是技术证书 医生通通都是假的 微整形也是涉及人的生命 岂能用生命来开玩笑 你的一个错误就要别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和后果 通常一个整形医生至少要三年的培训才可以靠资格证 而这些三四天就培训出来的不叫整形医生是柜子手才对 希望各位爱美的女士理智消费 赶紧告诉你身边的人吧